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搞了大新闻昨天的白人机场 为球迷朋友们解开了部分的遗团 此前被土耳其媒体官宣加盟 没有十次都有八次的阿兰 出现在了东迅的队伍中期间 他与塔利斯卡乘不利托 还时不时的窃窃私语 阿兰骚粉外套加小马甲的造型十分强烈了 就是不太好对焦 通过这张清晰版的照片 来看阿兰并没有心事重重的样子 根据微表情专家毕解的推断阿兰 不像是处于转会谈判之中 由此毕解大胆推测 阿兰下赛季极可能继续流队 而在远处走来的国内球员方阵当中 除了已经自宣回归球队的荣耗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深夜王上元 是的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上赛季 中期王上元租界加盟到了河南建业 并迅速跻身到主力阵容当中 无论是张爱伦还是王宝山 都对王上元十分器重在19轮比赛中 王上元共获得17次主力上阵机会 而在河南建业出任后腰位置的王上元 也没有辜负主帅对自己的信任 为球队的宝吉利下了汉马功劳 特别是在联赛第29轮 王上元还在对阵贵州横峰的比赛中 攻入一地世界波帮助球队提前一轮上岸 由于在老帅斯科拉里执教期间 王上元屡屡获得上场机会 却经常贡献出失魂表现 再加上曾与恒大球迷发生不愉快的言语冲突 因此王上元也逐渐沦为球迷们的调侃对象 上赛季球队在宣布租外王上元以后 不少球迷化作段子手 继续对斯帅爱图进行了全方位调侃 恭喜河南建业 喜提布鲁日明宿 为什么租界不是买了喜纳普奔 王上元不能走 是不是感觉一切都索然无畏 但调侃归调侃 大部分球迷 自然也是希望租界在外的王上元 能重新打出自信 在河南建业打出不俗表现后 不少恒大球迷也是自嘲称 没有了王上元的第一个赛季冠军丢了想他 其实河南建业早就开始了东迅 但主帅王宝山表示 王上元并未随队参与 而如今 广州恒大把王上元召回 并出现在东迅被战中 意思已经很明显 新赛季王上元将回归球队 不在外都河南 目前正面临更新换代的广州恒大 最需要的就是王上元这些终生带球员站出来 但目前无论是徐新 廖立生还是王上元 都未能在主力位置上 站稳脚跟广州恒大西涛更替之路 依然任重到远 而毕业姐更关心的 却是王上元回归恒大以后 卡帅会把他放在此前表现让人失望的边后背位置上 还是放回中场中路的位置呢 毕竟在中场中路的位置上